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11日 前天呢 这个德州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呢 要推翻选举结果的诉讼案 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 还没有结果 还要等待啊 现在是 又有19个州的检察长 也发出这个 支持德州这个议案 这个提案呢 那么在前天我已经做过一个节目 讲到了这个阵容空前的壮大了 那就是20个州了 那么这对最高 联邦最高法院来讲啊 那是这个必须要受理的 那么今天有看到 106个共和党的纵约 周四 又出台了一份啊 非常这个 另一份这个 这个非常 非当事人意见书啊 支持德州的诉讼 那么德州这个诉讼的目的呢 就是指控 这个宾夕法尼亚州 佐治亚州 密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啊 都非法改变了选举的准则啊 最终导致广泛的选民舞弊 并要求最高法院推翻这些州的选举结果 那么这个作为联邦立法机构的成员 非当事人啊 寻求保护各州立法机构 在确定总统选举人的任命方面 得宪法作用 以确保选举团选出 仅通过计算合法选票 选出的美国总统候选人 这是他们在这个文书当中写的啊 意见书还写到 本意见书提出了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的关切 他们所代表的啊 数不清的数百万选民 也有同样的关切 也就是2020总统大选呢 涉及到的违规违背宪法 行为使其结果 和美国选举制度的完整性 受到了质疑啊 这是今天这样一条消息 那么这个消息是一个国会山记者 在推特上发表的啊 由这个海外万维网转发美中快报 这样一篇文章 这算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搞一下平衡 也不能光报这个有利仓谱的啊 看看另一方 美国德州 这个共和党 共和党级检察长 就派克斯顿 就刚才谈到的啊 8号 要求联邦最高法院 否决乔治亚 密西根 宾州和 威斯康辛 四大战场州的 这个投票结果 那么总统川普呢 与十七州响应 除了刚才讲的情况 总统川普本人也响应了 那么对此呢 23名民主党级的和地方检察长 实质信最高法院 就针锋相对啊 你看你是民主党的 刚才这些都是共和党的两党之人啊 那么民主党这些人 致信要求拒绝受理德州的诉讼 所以这个最高法压力非常大呀 不知道该怎么样裁决啊 那么华盛顿特区民主党级检察长拉新 10号他讲 他说犹他领导的23个州 和地区的检察长组成的联盟 向最高法院提出29页的别误状 要求拒绝受理德州的诉讼 并为德州所针对的 四个摇摆州的别误 你想吧 那边是20个人 人就是多少 23个还多三个 那边是多一个总统 还多了个106名 这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所以这很有意思啊 那么这个民主党的诉讼指出啊 德州以前所未有的诉讼 无死美国的宪法结构 并威胁要颠覆联邦制 和各州权力的基本观念 诉讼当中说 宪法赋予各州管理选举的权力 德州的诉讼破坏了州政府的权力 对法治构成了威胁 也是对民主的攻击啊 那么这是哪23个州啊 给大家速落速落啊 这次今天是我看哪个媒体报的 自由时报报道的啊 一定要讲一下 这是人的版权 23个地区包括 加州 科罗拉多州 康乃迪克州 特拉华州 夏威夷州 伊利诺伊州 缅因州 马里兰州 马赛祝赛州 米尼苏达州 内华达州 新泽西州 西墨西哥州 纽约州 北卡罗纳州 奥勒冈州 罗德岛州 福蒙特州 维吉尼亚州 英美索 维尔金 群岛 关岛和华盛顿州啊 这阵容也够庞大的啊 也可见 双方现在势均力敌啊 各讲各的道理啊 都打都打到了这个 联邦最高法院了 看一看联邦最高法院 这些法官们啊 怎么做是裁决啊 那么这是两条消息啊 现在是值得期待 不知道结果啊 另一条消息啊 今天这读报点评节目 也给你们推荐一下啊 这个是特别重要 重宝 也就是什么呢 这个鲍威尔 有个新的这个说法啊 这个鲍威尔啊 这个在美东时间 12月10号晚上 接受一个采访当中 讲到什么呢 他和团队在一场企图 从川普总统 手中窃取 选举成果的政变当中 发现了罪性了 他把这个罪性 上升的高度很吓人啊 他在采访中 将重点放到 异乎寻常的网络犯罪上 鲍威尔 把11月3号 夜晚 异常的选举 投票现象 称之为 网络 珍珠港事件 大家想想 这话讲的 分量非常重啊 但是这是一个律师的啊 还不是政府官员 但是不要忘了 为什么我今天要强调这个 就是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截图啊 也就是呢 现在有一个议员 美国啊 这个正在提一个这个方案啊 美国联邦 众议员 斯科特佩里 在众议院提出法案 12月10号 什么内容呢 要求认定 中共为 跨国性 有组织犯罪集团 并采取针对性的打击和制裁措施 这个法案将在近期通过 并经川普总统签署 大家看一看 就是这一个 这个法案啊 这个事可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假如通过了 你想 再有这个鲍威尔这个 所谓的珍珠港事件的话 那你想想会是什么问题啊 可见它是中国和美国这个关系啊 这个 即使拜登上来 也难以走回去了 是不是啊 已经变成了这个敌对的国家了 那么这个鲍威尔在采访中怎么讲了呢 他说 这个相关人员的设计开发了 就刚才讲这个 这个大选呢 舞弊这个啊 这个投票机和程序啊 那么其中包括一个控制 气的模块 该模块 使人们即便 即使在 投票过程中 也可以登录 并操纵选票 他说他拿到证据了 这是一个大麻烦 现在 鲍威尔和他的团队 正在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 他们已经 可以查看 来自软件 和这个投票机 大量的试级文档 包括计划 以及执行所有的 这些操作的证据 鲍威尔也提到了 几届人们已经熟知的 与大选有关的异常现象 比如说 在选举前的一段时间啊 几周前 有四亿美金 注入了这个 一家公司啊 这家软件公司 这个钱呢 来自于中国 这与 尔县与谁有关系呢 乔治 索罗斯 有关系 埃里克 库默 同时还拥有 某些软件的专利 这是这个推特啊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媒体说的 这是鲍威尔 通过媒体披露的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 令人 这个敬讶的啊 这个评论当中讲到 说这个投票机 还有这个软件呢 也就倒霉你啊 软件 存在太多问题 以致他们绝对 不应该被引入美国 鲍威尔在回忆 采访中 提到的一个项目 是这个机器 导明尼机器中 有中国人 所有的公司 开发的远程设备 该设备 允许远程繁文啊 这个设备 由美国纳税人 购买并付款的 也就美国人买了 拿美国的钱 买完之后 反倒有这些 这个设计在里边啊 该报道最后总结说 选举业当晚的实现 是由索罗斯和总共 共同发起 旨在窃取美国大选成果的 网络珍珠港事件 那网络珍珠港事件 那不就等于是战争一样吗 是不是啊 这太吓人了 另一句 ABC报道说 带领国防部长 已经致函 中情局 这个叫哈斯佩尔国防部 将在2021年1月5号前 取消对中情局在全国范围内 旅行反恐使命的绝大部分的援助 哈斯佩尔自大选后 以极少出现在公众事业中 那什么意思 川普不信任这个中情局了 或者说他怀疑中情局帮了道忙 帮了民主党来舞弊的造假 大概这个意思 那么下一步 他利用这个国防部会做什么 就很难说了 和刚才这个议员提出这个方案 这个议案再通过的话 那这个看来下一步 中美的关系 真是雪上加爽 那么今天的海外旗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